最近这个价格暴敌之后 5000多的15PM咨询的人超级多 像今天这些的话都是15PM 这一框全部都是要发出去的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种5000多的15PM 和国行版的有什么区别 今天我就详细出一支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咱们在仓库这里拿一台美版卡贴的15PM 这个LL-A代表的就是美版 然后下面这里显示的是SIM卡一锁 然后我再拿一台国行的给你们对比看一下 国行这里型号后面就是CH-A 代表的就是国行的 美版只是销售地区的叫法 估名思义的话就是在美国销售的 在中国销售的叫做国行 硬件配置和性能外观都是相同的 背板 摄像头 钛合金边框 还有屏幕完全都是一毛一样 那你们都说了 既然一模一样 那美版呢为啥就这么便宜呢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合约的机器 就像你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或者是移动运营商那里 办理捆绑一年两年免费送手机的这种活动 就要求你每个月要用299 399的这些套餐 然后免费送给你手机 既然免费送你了 它会有限制 就是你在这段时间不能使用其他运营商的电话卡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 不过这种机器从美国来到了国内已经有十多年了 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需要配合一个小小的解锁芯片 就可以实现中国电信移动连通 三大运营商电话卡可以正常使用 其中最稳定的就是电信了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单卡的国行去用 而要是移动连通版本的用户 在一线二线城市也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稍微偏远的 那么我想就不太推荐了 如果说你用的是移动或者是连通的 还想体验那种便宜的15PM 当然还有一个完美方案 就是带着你原有的号码 去电信运营商那里申请喜好转网 几块钱的样子 或者是不要钱都可以 就可以完美体验5000多15PM的信号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的 他就是不喜欢美版的机器 那么我们这里也给大家刚刚看到 像国行的美版无锁的 有锁的和其他各种版本的 在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有 看你自己的选择 不过美版机器现在比更高 选择的人确实要多一些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直接评论区问我 或者说发私信给小杨 好